朋友們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來看印加人對上寶加利亞人 這張地圖是KOTD5的比賽地圖 好 那最近的台灣的一個賽區 已經宣告了結束 連台灣的選手們都已經落敗了 但是沒有關係 後續還有很多世紀帝國的頂尖選手 還是值得一看的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印加人對上寶加利亞人的比賽吧 那印加人這次改版是非常改動非常大的一個文明 很多單位都可以吃到這個食物消耗減免的效果 例如這個陀石手老鷹 還有這些戰毛兵啊 之類的單位還有這個槍隊長 都可以吃到這個效果 所以再來讓印加前期可以出這個棒棒 用這個食物消耗減免的費用 當前期可以多按一村 但是可以讓他前期的裝甲步兵按下去沒那麼有壓力 那我覺得印加人這次改版算是 比較需要偏濃的玩家去練才會有這個實感 如果你是一個偏打強軍士的玩家 可能玩印加人的時候 就不會感覺到這個食物消耗減免有這個有感的感覺 反而會覺得蠻無感的 所以我建議如果你是一個很會濃的玩家 印加人一定很適合你 那如果你是很喜歡用這個手術去標操作這些的 那我覺得印加可能就會玩起來會有點無力 因為他前期的經濟其實不太好 本來讓你爆出太大量的兵 去讓你直接讓你有這麼多兵可以去做操作的 反而是你需要把這個經濟濃起來之後 印加這個食物減免的效果才會比較凸顯一點 好 接下來我們來稍微看一下寶加利亞人 那寶加利亞人這個文明在這次改版 並沒有太大的一個改動 但是他的這個雙手劍兵有吃到這個紅利 就是這個軟甲技術 讓他的雙手劍兵有點稍微強化一點點 因為寶加利亞人本身也是可以打步兵系的 雖然他沒有劍兵勇士 但是他有這個 這個民兵系的科技減半 應該不是民兵系 是均勻的科技減半費用的效果 所以他升級這個裝甲步兵跟長劍兵 還有這個雙手劍兵 都是可以很快速的就可以升級上去的 再來就是點一下他的金冠技術 直接可以加五進防 誒這隻村民是不是要死啦 讓他再看 應該不會死吧 好 沒事沒事 我想說奇怪這個村民怎麼有點傻傻的跟他對打起來 好 寶大利亞人喔 所以可以吃到這個軟甲的紅利 所以他本身 在這次的改版中 算是有點小小的buff了 那之前有觀眾說 欸 那我怎麼會說 很多文明都有軟甲技術 那剛好那部是步兵影片 那我就會說 這次的步兵文明 都有滿多文明的 拿到這個軟甲技術 可能有人誤會我這個意思喔 真的覺得世紀帝國 很多人 不知道是 什麼情況 就是好像 看到黑影就想要開槍的感覺 我不太確定欸 所以有時候 有時候覺得自己要講得很詳細喔 但講得太過詳細 大家都覺得罪刺很多 所以真的說 真的是沒辦法滿足每個人的需求 所以有時候我講的 有一些你可能覺得有疑惑的 那你可能 覺得 可能不要太這麼介意吧 因為如果你太介意的話 我也沒辦法 有時候我講的東西還是會講謹瑞一點 不然講得太複雜 可能會覺得有點熱熱等 好 那這邊直接上到了空間時代 這邊直接上裝甲 反打了一波刺猴 刺猴只剩4滴血 再用刺猴收掉完美 哇 這個肥寶寶 是這個VV 就是我們俗稱的龍老師 他這邊操作還是修得滿好的 那龍老師 算是比較偏操作型的選手 有點像是黑仔的感覺喔 那我覺得中國最強玩角是這個右 右的話就有點像VIPER式的打法 比較注重經濟喔 但也不失手勢喔 有點像是黑仔跟VIPER的綜合體 右的感覺是這樣子 但硬要講的話 右還是比較偏經濟型一點 那VV這裡就是偏黑仔一點 兩位選手是有點明確的差別的感覺 我自己看起來感覺是這樣子 他們看這邊很想要去修一些操作 確實喔 這邊VV也是修到了操作 直接中甲步兵砍爆了對方 棒棒了 這個老鷹也全部收掉了 前期用保加利亞直接打出了優勢喔 那由於保加利亞前期有這個 費用減免的關係喔 所以出這個 只是雙手劍兵 出這個中甲步兵喔 是比較有一點 優勢的 黃金並不太需要吧 然後就可以直接半價科技 升上了這個 中甲步兵的 這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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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樣 我剛剛也在想你怎麼不走了 直接送掉 好 OK送掉之後這裡就沒壓力了 那我們就快轉吧 那應該就是小工小打小鬧 重點還是要看城堡時代 那印加拿這個文明喔 封建時代也沒有太強的感覺 那保加利亞這邊是選擇 查一根劍塔用來守自己的祖金喔 這邊近況 下一根劍塔確實不錯 那待會可能還是要挖石頭 講講完就挖了 好 那為什麼保加利亞挖石頭是不錯的文明 是因為它有這個特殊的城堡 叫做銀壘 那這個銀壘喔 基本上傷害跟城堡差不多 血量大概是城堡的一半 比這個料王塔傷害高了很多 所以它竟然竟然竟然挖石頭 其實也感覺不會虧到哪裡去 但這邊如果要挖石頭防守的話 那就勢必找 那城堡時代 你等一下贏了 打到對方一點經濟喔 例如木區啊 金區喔 或是直接插包對方的TC喔 都是一個蠻重要的指標 那待會還是要包點冰喔 出來防守 你插太多根塔了吧 三根塔是怎樣 它好插滿 這樣子的話我覺得它有點 怎麼說呢 對經濟不太好 你看這邊經濟就已經落後了 人家已經先點城堡了 那你這邊才剛點下 時間大概差了一分鐘 哇 第四根補下了 是怎樣 全境封鎖 四根 不要跟我說這邊你要再補一個嗎 幹你這要補啊 笑死第五根 哈哈 太狠了 注意看這個男人 太狠了 時間有五根劍塔防守 這就意味著他的經濟是超級爛 爛到不行 你們看這個經濟有多爛就知道了 人家3TC開農 但是由於他是前線喔 BK喔 還有一個脈救的關係喔 所以沒辦法開自己TC 然後這邊也沒有足夠石頭 可以去蓋城堡 甚至自己的銀壘 經濟會非常極限 哇 經濟超級慘 好 3TC補下的硬家直接開農 那米格魯這邊打得非常漂亮 他要知道硬家是需要經濟的 所以才這樣打 那如果你是很喜歡打強軍事的話 如果你硬家單TC打的話 很容易打到後面會輸喔 那我發現這次硬家有打贏的喔 通常都是農得還不錯的喔 那又再讓個經濟起飛石朽 鐵強軍事打一波喔 才逆轉的 那這次的硬家的勝率其實都並不高 好像有人統計吧 輸了11場 9個人都輸了 只有兩把贏的樣子喔 勝率極低喔 所以那時候我就有說 這個硬家這個文明喔 真的是 蠻看人玩的喔 並不是Viper平S級文明喔 大家玩起來也是S級的這個強度 所以其實有時候高手的評分喔 並不是那麼的重要 只是一個參考而已 那你並不是像Viper他們這種等級一樣的手術喔 跟這個農經濟的一個 玩家型的玩法 每個人的個性不同 所以你並不太需要太介意喔 主播錯了什麼 或者是賽評錯了什麼 或是直接選手錯了什麼 然後你就去練了 你反正要去找出比較適合自己的玩法 那我覺得很簡單的一個評論方法就是 你要先知道自己是適合農 還是適合打架的玩家 如果你是追求控兵喔 去換經濟型的話 就可以打一些強軍士的文明 像保加利亞就是一個強軍士的文明喔 還有這個馬札爾之類的 這些文明都是科技上面喔 會比較沒什麼壓力喔 像保加利亞就是工程器製造所 還有這個均勻的升級喔 都是蠻便宜的 都是半價 而且銀類的話 很容易讓他打出強軍士的感覺 銀類的造價便宜喔 又有城堡 接近城堡傷害 然後又可以從銀類 產出自己的寶兵喔 寶加利亞起兵 這個頭車要再吃了一發吧 我就知道 因為這個距離很近喔 這個直線距離直接砸下去 攻兵還是會再吃第二發 好這邊直接蓋一個寶 再打一個寶 好痛 大量殘血 好再收一個殘血的村民 再一刀應該可以收穿成功 打一發 可以 好直接試掉這個城堡 OK 在我們在談論這個 平分的時候 這邊打了一波交戰喔 但我覺得其實這個還好 只有剛剛那個頭車喔 打的比較漂亮 那銀家這邊對應方式 也算是得體 並沒有太大一個問題 城堡放在家裡也是稍微保守 但我覺得這也是很必要的 不然這邊他一出來喔 招翔啊 投車一直鬧 會非常難受 所以我覺得這邊對應來說是OK的 並不會太差喔 這個城堡 雖然你們會說 欸 主問不是說每次城堡蓋平地都會輸嗎 但他這個位置喔 是偏向於家裡的位置 而且就是人家的一個建築物的正前方 這樣蓋起來的話其實就不虧了 反正是一個很好的防鎖位置 因為這一位置喔 這個VV 保夾莉亞人 你一定要把自己的 BK出來的 投車啊 或是衝車 還有自己的修道圓聲音喔 你一定要再走個一圈喔 再往上走 再打正面 他沒辦法這樣直接直線進去 或是直線進攻 當自己操作的空間喔 會比較需要一點手術 也會打消 讓對方打消 繼續進攻的一個想法 我覺得世紀立果真是一個 心理博弈偏多的一個遊戲喔 就是你要一直去 偵查 對方到底是 開偷還是藏兵喔 那通常藏兵不會像星骸那麼誇張喔 藏了一波沒偵查到就直接死去了 現在世紀立果是 你只要沒偵查到 對方出來時候 你的第一時間可以上大石牆 或是直接上城堡 還是可以稍微拖到一點點時間喔 然後再去做轉兵逆轉的一個動作 所以世紀立果上面喔 反正是觀念比較重要 手術反正是其次 這就是一直強調的原因喔 所以 所以 我覺得入門來說 可能會比 這個 星骸爭霸 好很多 星骸爭霸入門難度太難 太吃手術 像我們這種上年紀的老人喔 其實有點不太能 像 年輕玩家們喔 這麼 手術飆得這麼快 當然世紀立果就很適合了 世紀立果你只要 像是像微喜一樣的感覺喔 你只要把適當的兵率喔 還有四大的城堡 跟劍塔放在對的地方 你的防守跟進攻就會 事半功倍喔 就不會需要這麼要求手術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 心理博弈的部分真的是 比星骸吃中更多 好 保佳麗亞這邊是選擇打一些 保佳麗亞騎兵 那就是我剛剛說的 這個就是強軍事文明的優勢 前線引壘 然後再加上保佳麗亞騎兵 直接軍事一直壓上去 但這邊印加人防守非常漂亮 兩座城堡都守到重點 基本上農田打不太到 而且穿進去裡面還有槍隊長等著他 那槍隊長這個文明喔 是剛好完全康合保佳麗亞這個單位 因為保佳麗亞的 騎兵喔 這個保兵的單位呢 死掉之後是會弱馬 弱馬周邊步兵喔 那可以繼續 counter對方的長槍兵 所以以擊兵來說的話 雖然可以戳掉 騎馬版的保佳麗亞騎兵喔 但下馬之後 擊兵是往往打不贏 下馬版的保佳麗亞的 那長槍兵 槍隊長這個單位喔 就可以很有效的 戳爆騎馬版的保佳麗亞騎兵之外 下馬版的也打得贏喔 所以保佳麗亞這邊是完全counter 那鷹家人這邊只要全出自己的槍隊長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好 那在兵要趕快上帝王斯坦 你看這邊贏了耶 繼續X 所以我也把它分類為 這個鷹 霍加利亞是強軍士的文明 這邊 著想 瘋狂標手術 尼格魯把對方的村民給逼走 然後這邊蓋一個箭塔 讓對手 勸退 蓋不起來 綿細節做好做滿 那鷹家這邊慢慢把城堡蓋出來 這根城堡就蓋得很棒喔 直接守兩塊金 然後可以反差對方的銀雷 而且這是高地 但右邊這邊也是高地喔 所以傷患並沒有那麼痛 你看這邊血量其實扣滿少的 那我們看一下銀雷跟城堡的數值 11加2 那10加1 其實差不多的 設長來說稍微短了一點點 但我覺得鷹雷以半價 石頭半價的城堡半價的這個價格來說 還是蠻值得使用的 就是把它想成大型箭塔的強化版 而且可以在城堡時代就可以使用這個大型箭塔 好 霍加利亞騎兵這邊 由於打不到任何東西只能撤退喔 走到哪裡都是城堡 很難受 進去還有槍隊長等著 好 好 好 確實轉容 OK 看來我聽到 我覺得這位玩家 VB也算是 他也不算是像霍拉這麼投鐵的 一直要用城堡時代的兵手去打到地王 或是直接用長局勢淹死對手 他有時候還是會轉一些經濟出來 但是有時候轉的時機點不太對 有點為死一晚 其實他可以再更早一點去農出更多經濟來 那這邊經濟還是稍微落後了一點 120村打101村 這邊抓到蓋城堡的村民了嗎 結果沒有 路過了一下 這邊還是有很大的機率可以蓋完 但是這邊選擇放棄 就是比較硬蓋 不硬蓋 不硬蓋 卻是一個不錯的一個判斷 因為在硬蓋他去村民可能會全死喔 城堡可能還會被壓住 正面保加利亞轉出了一些軍營 再出長劍兵喔 看他可能太多槍隊長 因為槍隊長正面硬都的話 保加利亞騎兵是完全打不贏的狀況 這邊轉雙手劍兵也不錯 雙手劍兵成本造價低 然後又有這個血液科技喔 三級防一點下 看血液要不要點我覺得有點不太必要 因為就算血液出了 槍隊長可能也不會繼續出太多 反正會出更多仇死手 去Counter保加利亞的雙手劍兵 這邊硬蓋直接硬蓋了進去 然後把保加利亞都好都滿 直接硬吃五根劍塔的傷害 但還好啦這邊沒有彈到血 所以射得有點歪 而且也都一直射 射起來有點癢癢 直接督男村民 督完男村民再督女村民 但女村民沒有督爛 只有督爛男村民 只有督爛男村民 OK 男村民有點可憐 瘋狂開督 光 光 可憐了 那因為還沒有帝王時代的關係喔 還沒有帝王時代 等一下植物盾的關係喔 我怕我又沒有補充完了 然後大家都說 欸 不是已經帝王時代了嗎 有時候我們這些講賽評的一個口誤 就會被人家抓著講 欸你口誤耶 這種感覺 你講錯了吧 我覺得大家來看影片喔 還是放輕鬆一點喔 不要用這種教科書心態的方式去看這種影片喔 不然你會看到腦溢血都是有可能的 可不可以把你們氣死了 大家放輕鬆一點 不要太緊張 好 口誤是常有的事情 好 那這邊硬加槍隊長 要點精銳了嗎 這邊直接上去印度嗎 來看一下這邊傷害一個交換 好 那這邊槍隊長有異攻的射程的關係喔 所以這邊也可以一次集合一隻雙手劍兵 效果其實還不錯 雙手劍兵的一個造價非常便宜喔 後面又補下了更多的雙手劍兵過來前線支援 這邊數量壓制槍隊長 槍隊長由於攻擊力還沒有點完的關係 所以直接落敗了 雖然雙手劍兵也是2攻 但基本傷害是比槍隊長還要高的 因為槍隊長一開始只有7攻 欸8攻 那雙手劍兵是12攻 一開始就贏4攻的狀況下 確實是不太好打贏的 好 有這個增加1攻傷害喔 所以有這個蠻大的一個加持 那這個效果也是套用在這個戰毛兵身上 但我記得戰毛兵沒有加1攻吧 還是其實也有加1攻 有點忘記 這個印第四戰攻啊 戰毛兵會不會加1攻 只記得會讓戰毛兵有這個無視最小的攻擊距離 找個1波 找了一個槍隊長 喔不是8攻 是7攻啊 槍隊長原來是7攻 那我一開始講對 精銳才是8攻啊 想起來 OK這邊搓爛 下麻之後可以繼續搓 不會說完全打不贏喔 槍隊長就是這麼好用 黃金版的擊兵 而且還附加1攻的射程 OK這邊直接投爛對手喔 看這個雙手劍兵很慘 吃得到彈道雪 還有這個拇指環 其實攻擊速度是非常快速的 好這邊正面開始慢慢反打回去 投石手加槍隊長 黃金組合 而且這兩個單位都是吃肉的 你看這邊減免的肉量其實非常多 雖然我們面表上看不出來 那硬家在帝龍時代這個 食物消耗減免是非常誇張的 好寶甲利亞這邊直接點出了中頭 中頭的話確實不錯 而且對方沒有火炮 中頭運用得當的話 可能是可以反打回去的 那寶甲利亞人的中頭 也是有這個科技半價減免 所以升到這個重頭的時候 更有感 因為重頭是非常昂貴的一個升級 那我記得升級好像是1300肉吧 這個1350肉還是1450肉 反正是非常貴 而且黃金也要1000 大家升重型頭死車 只要半價500黃金 再加上少量的700多肉 就可以升到重型頭死車 這是非常巨大的一個強大能力 因為通常在單挑來說 並不太能點下中頭或是重頭這個科技 因為中頭本身就要800肉跟500黃金 但是半價來說250黃金壓力是減少很多 基本上就跟你點了一個三攻的感覺一樣 一個feel 所以寶甲利亞會被我定義成強軍士也是這個原因 種種因素 讓他成為強軍士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指標 但是取回代之的是 寶甲利亞經濟版就不好 所以只要一斷金或是一倍弄到經濟 就會很容易在其不能 像這樣子 直接斷金黃金歸零 他不能打黃金兵的情況下 寶甲利亞就會顯得非常努力 雖然有這個馬盾技術 可以增加這個弱馬的攻擊速度 還有這個自己的騎兵 寶甲利亞的騎兵也是可以 但是要打贏這些黃金兵 還是有點困難的 而且又是對方的黃金兵 是康克穎的狀態 像這個槍隊長 非常難受 好 待會這邊可以再點下植物盾 贏家這邊攻擊再點下 防衛再補上之後 這個頭死手 加老鷹會很難打 好 出一隻輕騎兵過來反打一下 你看這輕騎兵 弱馬 就還不錯 打起來就還可以 這裡沒蓋城堡 你看這兩根金直接沒辦法挖 太難受了 這邊斷金斷到懷疑人生 分明速稍微降到了125吋 但還可以接受 正面的話 兵已經死傷慘重 頭死車也沒有找到太多東西 基本上送光 稍微buck一下 看一下剛剛發生什麼事情 我剛剛一直在看家裡 他可能剛剛在空中間這裡 我來看一下 我看一下正面 我再回去一下 已經倒得太回去了 這邊剛剛應該是我打了一波吧 看起來地上都有屍鐵 沒有嗎 這裡難道沒事 這裡真的沒事 是剛剛那一波的屍鐵 剛剛已經倒了 剛剛看起來也是專心在空間裡 至於這裡沒發生什麼事情 這邊老鷹直接去抓 那之前有觀眾問說為什麼老鷹 為什麼南美洲我們一定要出老鷹 老鷹的用法就是這樣走 去打工程器是非常方便的 因為基本上南美洲文明 是沒有馬舊單位的 他要出這種跑得很快的單位 就只能出老鷹 老鷹是打工程器 他們最方便的一個東西 因為南美洲文明是沒有火炮的 所以打對方工程器 所以破除老鷹的話 基本上就是 再送 只能說是再送 好 安蒂絲單攻 點下 點下了之後 會再變成4加4 攻擊變8攻 可以8攻補下 他是不是沒有點化學 好像少了一攻 這個投石手可以變9攻 這邊再補下傷害 投石直接投爛這些雙手劍兵 吃到箭矢傷害 右邊銀磊繼續防守 這跟銀磊差不錯 但是沒有鎖死 這裡沒有再蓋個房子有點可惜 補下了3防 老鷹直接從右邊飛得進去 很強啊 雖然老鷹需要耗費黃金 但是這邊銀磊是不怕箭矢的 非常難纏 哇 點下植物盾 植物盾點下之後 老鷹的遠防會變死 遠防死的老鷹 這就意味著 除了塵寶以外 都只能打他1滴血 連強盧也是 因為強盧攻擊力是10攻 除非是圍巾 圍巾11攻 基地是11攻的圍巾 這個工兵也是打這個植物盾的老鷹 也是一攻的 非常難纏 直接飛進來 農田直接全部不能中 哇 斷肉斷到懷疑人生 老鷹在到處飛 到處抓挖野礦村民 這邊再抓一下挖礦村民 哇 天啊 飛來飛去 非常難受 這就是老鷹的厲害之處 到了後期 還是有不錯的一個機動性 這邊 保加利亞人 金雞已經到達了地獄 非常難受 這個洞沒有補起來 是個敗筆 只有這個雙手劍兵 跟這個保加利亞起兵 可以稍微跟老鷹對打一下 這頭兵再繼續抓 挖礦村民 你看 連城堡在射 都好像有點無感 好癢 攻城堡是12攻 射了下老鷹只有2滴血 太慘了 硬家的植物盾老鷹 坦度真的是非常十足 好 那就我們解掉 但是解掉之後 保加利亞村民也只剩下76村 生活圓境無法治理了 需要再產更多村民喔 才能治理起來 這邊要投資這麼多村民 肉量 可能也沒辦法讓他守住了 因為硬家這時候不是吃素的 資源這麼多 你就會想要來打一波大碗的 直接正面一督進去 那保加利亞 這邊可能就 要打出GG了 哇 木頭還歸咧 太慘啦 兄弟 化學也補上 好 正面松頭劍兵 抵抗老鷹效果還是不錯 但後面的投資手依舊沒辦法解決 那要解決投資手的方法 最好就是出中籌 然後再搭配大量肉馬 去後面針對就可以了 但現在 保加利亞人喔 經濟不夠多 被飛進去之後 基本上已經半死不慘了 剩下扒了幾村 村民雖然慢慢補了起來 但是後面大衝車三級房也補不下了 然後這個大衝車一好 基本上就可以秒殺保加利亞人 所以在少量的松頭劍兵在做一個多線燒喔 但效果並不是非常明顯喔 老鷹支援速度還是太快 而且這邊城堡打這個老鷹也是非常癢 基本上可以當沖車用了 這個老鷹 沖車升級好 270滴血 沖撞建築物速度會非常快速喔 直接打出了GG 果然受不了了 看到後期喔 看來這個雙手劍兵也是沒有點下血液科技的 防御率依舊是1加3 有點爛 老鷹打下去還是蠻痛的 但這個時間點我點血液也沒什麼太大意義啦 人家頭是手出來了 這邊只能靠自己的肉麻 或是打這個保加利亞的騎兵用 才有可能逆轉 那我覺得這一場會所 最大的原因是因為右邊這邊飛進去喔 家裡沒有鎖死喔 如果能讓對方老鷹沒有飛進來喔 自己轉出馬頓的保加利亞騎兵甚至大落馬 逆轉的可能性還是有的喔 那這邊經濟確實沒有顧好 這就是我們剛剛開頭講的 因為這位玩家並不是這麼會顧經濟的喔 而是反而是顧打架的文明 的玩家 所以他一直在努力在前線給對手壓力喔 那經濟很容易就顧不到 就一些細節方面喔 他可能就會覺得 反正我就強軍士用軍士手 但真的對方抱大量兵飛進來的時候 你還是會受到一點傷害的喔 而且如果你手不夠好 就會損失更大的經濟喔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經濟方面 經濟方面沒意外印價是全贏喔 咱們想要石頭稍微贏200 那黃金部分贏得快要至1萬的黃金喔 兩邊都是兩生物喔 但這邊食物也是贏喔 那這邊食物贏得中空下 還有這個食物減免喔 所以可想而知喔 印加這邊經濟量是大約贏得快要1萬了吧 這個食物量 那木頭的部分呢也是贏得1萬 那很明顯啦 這個保加利亞人經濟就是不好 但是有夠爛 但是他的軍事就是真的比較強 但沒有把這個軍事打好 就是一個問題 但為什麼喔 VV這邊沒有打好雲喔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米格魯這邊防守也是非常漂亮 三棟城堡都守到很精 精華的這個精華地段經濟喔 那這棟城堡也是喔 礦區墨區也都守住 基本上城堡差的地方 都是守到這種重點礦區喔 沒有浪費太多資源 在防守上面 那米格魯這邊喔 不是米格魯 VV這邊反而是投資太多箭塔 在家裡的外圍的地方 這邊我覺得這五根鏡塔真的沒必要 尤其是這一根喔 這根是超級沒必要的 他太想要守住這塊木區了 也很怕對方直接飛進來 我覺得可能 策略上出了一點問題 因為他投資這麼多東西之後 也沒有立即一看喔 黃軍是直接開打 然後這邊直接跟城堡 直接擋住了第一波的進攻 導致保加利亞人前行沒有賺到任何甜頭 沒有打到甜頭之後 也沒有開農 就很容易會像這樣走 經濟被打出差距 然後直接對方直接經濟抱一波 輾過去就完事了 好啦 那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就請記得再幫我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ى